手窄、腳寬、頭看側邊 看手跟腳的兩個距離 兩手掌的距離 一個手掌、兩個手掌的距離 那屁股往直角這個方面斜下去 往下壓 1、2、3、4、5、6、7、8 2、2、3、4、5、6、7、8 換手換腳 1、2、3、4、5、6、7、8 2、2、3、4、5、6、7、8 換手換腳 記得你的腳要寬、手要窄 1、2、3、4、5、6、7、8 2、2、3、4、5、6、7、8 這個動作最大好處是 把你的脊椎整個脊椎全部拉開 十二神經系統完全上風 很多疾病是因為你的脊椎傳達的信息到腦部 被壓制錯誤了 導致腦部傳遞的信息完全錯誤 所以五上六路開始衰敗 所以做的時候 平常坐姿記得是往前 看這樣側面 是往前 而不是這樣的做法 幾乎台灣所有的老人家都是這樣做 所以為什麼到年紀大的 腰椎巴癢這邊 堵住了 整個生殖系統 密尿系統 消化系統 完全出問題 沒有任何醫生可以癒好 只有你自己才是醫生 所以平常坐姿 第一個兩層這樣做 你的脊椎才會拉開 好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累了 你可以怎樣 轉一轉 轉兩個 這又鬆掉 又坐著 要不然屁股起來 腳張開 剩下 又可以了 又可以做這樣 務必 這個姿勢要養成習慣 你的脊椎 你從小到老 到往生那一天 你務必把它完全的暢通 它不是靠要可以癒好 也不是靠任何食物可以改變 只有靠你正確的姿勢來改變你 好這個時候 你可以同時 這樣 右手 往這邊壓著 左手 這90度 這樣 慢慢的 你的頭 往你放鬆 往右邊 慢慢的 整個手 往是平的 往下 碰到地上 你把它做 30秒 好慢慢起來時候 同樣的左側 你右手放在你右膝蓋 不讓屁股翹起來 手後手還是一樣 慢慢的 整個 向左邊 翻下去 一樣是30秒 假使說 你兩側 左邊比較輕鬆 右邊比較緊 那代表你的脊椎跟頸椎 左邊這邊已經卡住了 那你只要再由右邊這邊 右邊卡住了 那你右邊這邊怎麼樣 再多做幾次 你會發現到 記得 記得 不能出力量 完全的放鬆 完全的拉開 碰到地上之後 你完全要放鬆 不能出力量 你的脊椎 頸椎 頸椎 卡住了 它自然 而然的拉開 根本 不要 請別幫你整齊 你多做幾次 你會發現 兩邊的 下壓 都是一樣的 輕鬆 代表 脊椎 頸椎 兩邊的角度 已經是正常的 這些 通通 不是靠 要 而是靠你每天 自己愛自己 謝謝